大家好 華記4月1日直擊報道 今天雖然是愚人節 但是我今天收到一個反對派 一群很無恥的人渣 想教壞小孩拍了一條影片 這條文宣 直入一些邪惡種子 去小朋友那裏 今天我已經收到很多人 WhatsApp我和微信我 要我舉報他 不如我在這裏講講這條影片 看看我右邊 其實有兩隻豬 這個文宣 有一群反對派連登的文宣組 製造了一個鄉承電視 不知所謂 但是人數更多了 我看到 香港現在變得多可怕 世界變 妖獸到屎 這條影片 大家現在看到這兩隻豬是什麼呢 女的那隻大豬 就是一位女先生 她的聲音挺好聽的 豬仔是個小弟哥 小弟哥問 為何黑警這麼壞 是否要殺他 是否要殺黑警 首先是藉一個邪惡種子 將小朋友 將他仇恨化 令到他 他爭恨這個警察 這就是一個直入意志 直入一種邪惡種子 去那些小朋友 反對派就很無恥 做了這些行為 簡直是人渣的所謂 接著 那個大豬的老師 就是人頭豬腦的豬蜜 那條豬蜜 就在說什麼呢 他就說 其實呢 香港這個政府不是民選的 要解散這個警隊 我們就要遊行示威抗議 和搞破壞 那些小朋友就要表達他的訴求 那麼 他們有一個邏輯性的問題 在這個民選那裡 就是不成立的 就是譬如你說 不要說政治 我講公司 譬如我們公司有個員工 就不滿意經理 那麼 經理上面 就叫做區經 區經上面 就有個董事 董事上面 就有個創辦人 老闆 叫做 現在這個打工仔 就不滿意他的經理 那麼 但是經理呢 就是受制於上面的 這個區經 董事和董事長 創辦人 其實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共產黨 是不會給到一個公平的社會 給這幫人的 就是說 現在這個打工仔 就是不滿意創辦人 董事長 就想換了董事長和創辦人 但是他本身是一個打工仔 他們所謂的民意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呢 就要別人換了一個經理 那麼 其實在這件事上面 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是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想換了一個特首 但是呢 你本身是不相信我們的 中國政府 也都不相信共產黨 也都不相信警察 那麼 其實呢 我們是香港 是屬於中國的地方 香港已經是 100%屬於中國的地方 那麼我們是黃皮膚 黑頭髮 那麼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的象徵 這幫漢奸 走狗 經常說美國好 你不見他現在死去美國 美國現在新型冠狀病毒 大國來的了 你不見這幫港獨 死去美國 這幫港獨 日日 就在這裏 有破壞 沒有建設 有破壞 沒有建設 教壞小朋友 植入一些邪惡的種子 但是一些很簡單的 common sense 你是沒有辦法 擊破到 我當你現在回反對派 OK 你說要換了特首 換了政府 你是不是要換了中國政府 是不是要換了共產黨 你一個香港 你這幫香港人 是叛國 一幫叛軍 一幫這樣的叛國的人 居然說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說話 不只 其實 如果你說 在一家人裏面 你怎樣爭產 你就不要緊 但是你群外人來 想掠爺爺那副身家 這個叛國罪 其實 是馬上 就要將它立23條 成之於法 即是我們看到 23條有160多萬 就是因為 沒有23條 香港有160多萬 現在支持的 就是因為過去 有些技術問題 就 被一個田視家族 否決了23條 到我們今天沒有23條 你看到這個 由反對派 連登組成的文宣組 它是藉著一些卡通的動畫 很有趣 來導一些小朋友看 教壞一些小朋友 令到他仇恨國家 仇恨警察 仇恨自己的政府 其實在這一方面來說 我們如果有23條 就馬上就可以把這個台 整個連登 一網打沉它 整個反對派的平台 一網炒起它 我們就是因為沒有23條 如果我們有23條 我們可以馬上 就行動 所以我希望 香港市民 無論你是在香港 或者你在外國 你想香港安定繁榮 你是真心愛香港 你是真心想救香港 請大家支持 23條立法 上方保劍 因為這一幫 刑賊作庫的香港人 他是把自己的那個 忠誠度 交了一些外國的勢力 他們這幫反對派 沒有人性的 全部刑賊作庫 以賣港求榮 以自己利益為依歸 犧牲一幫香港的年輕人 去坐牢 他們坐牢 這幫這樣的政棍 就是在享受人生 我希望大家 要把反對派的真面目撕破 這些文宣 我們一定要訂立23條 將它取締 訂立23條 將它取締 好了 今天是4月1號 明天4月2號 就是我們這個選舉登記的 deadline day改地址 而選民登記的deadline 就是5月2號 不過 我在這裡強烈呼籲 在接下來的9月立法會 我們將那個立法會的選舉 取消 或者延遲 我們今年是不適宜 舉行立法會 因為雙鬼拍摸 港獨和病毒 奧運都因為這個病毒 而延後一年 全地球都沒有試過 我們香港的立法會 怎麼可以承受到 又港獨又病毒呢 所以我們建議 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直接取消它 但是在取消的同時 我們也要爭取選民的支持 就可以登記做選民 我們就取消這一屆立法會 專心對抗港獨和病毒 馬上在今年9月之前 定立23條 定立緊急法 馬上行使緊急法 定立23條 盡快把香港回復安定繁榮 將這群漢奸走狗賣國賊 全部將這群吳三貴 一擊打炒它 華記強烈呼籲 華記強烈呼籲 林鄭政府 盡快把這群反對派 一擊打沉它 成立23條 實施緊急法 上方保健 全部拘捕他們去坐牢 因為他們犯了叛國罪 他們犯了訓練鋼家罪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地方 我是中國人 我希望大家認清這個事實 他們用了一些很卑鄙的方法 藉著一些很淫邪的思想 給小朋友 他在片尾說 黑警OT 警數3P 什麼意思呢 因為警察 其實現在 被那群契弟 你看到3月31日 他們在太子地鐵站 非法聚集 人數比銅鑼灣SOGO 人山人海 現在我們在新型冠作病毒的情況下 他們還在非法集會 然後 搞到我們的警察 要疲於奔命 又要OT 然後他就說警察OT 就是因為拜他幫人所持 然後後面那句才可怕 警數3P 他用了一些人身攻擊 就說 我們的警數 很淫邪地 幾個人 在一些 比較性派隊 3P 三個人 其實他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們想藉入一些邪惡淫邪的思想 給那些年輕人 這些反對派連登 就是這麼無恥 就是這麼色情 他們是色情 暴力 淫邪 洗黑錢 犯犯都來 他們是邪惡俗心恐怖分子 我們馬上要成立23條 國家實行緊急法 立即把這班漢奸走狗賣國賊全部拘捕 我是華記頻道 WKTV駐東京的Jojo 我現在就在奧運會的主場館門口 和大家做直擊報道 在最近一段時間 經常都會收到大家關心 日本奧運會動向 和對樓市影響的諮商電話 非常多謝大家 在昨天的話 日本政府公開宣布了 今次的奧運會會延期一年 在明年的下季之前舉行 其實今次的事件 對於日本的樓市究竟有什麼影響 首先大家需要看到的第一點 就是在這一次 國際性的危機上 日本的樓市 是沒有出現任何大規模的恐慌性拋售 和日圓的話 都是非常穩健 依然是全球性的避險貨幣之一 在盤原方面 的確因為旅遊人口的限制 所以今次是多了一些非常優質的民宿盤原的放盤 以及之前有一些未公開 大家可能接觸不到的非公開的盤原 現在會首先是公開了 然後之前可能是一出市面 即刻就被人秒殺 可能現在這段時間會多了些時間 讓大家可以接觸到這一類的優質盤原 在售價方面 其實日本的樓價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降價 但是呢 的確是由之前的賣主市場 轉為了一個買家市場 在以前的話 日本其實是一個賣家主導的市場 樓價是站得非常之硬正的 在今次的話 以價空間是增加了 變成一個買家主導的市場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現在的確是一個投資日本非常好的時機 可能大家會問 現在究竟怎樣看樓 因為現在大家都限制了出入境 所以在最近這段時間 我們這邊東京會增加多些實拍的機會 雖然大家沒有辦法來到日本看樓 但我們會去到現地 實拍很多影片給大家作為參考 讓大家有新臨其境的感覺 然後希望幫助到大家把握到這次機會 買到更多合眼圓 然後又投資性非常之高的樓盤 在旅遊人口上來說 最近的確全球性上都比較限制 相信在之後的話 其實日本一向都是一個旅遊大國 相信旅遊的人口一定會恢復 甚至是爆發式的增長都有可能 而且今次的事件都增加了 日本政府和日本民眾對於今次奧運會的期待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我們2021年的奧運會 正所謂危機有危機有危才有機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到今次機會 實現自己的財富增值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世紀二十億日本不動產的同事 Jojo 我在日本已經住了8年 之前大學預修的是設計 如果有對日本的生活文化 或者是投資移民 第二家庭等等計劃 有關有興趣的人士 可以聯繫我 我的微信號是Dia0708 Dia就是親愛的英文 都會打在下面的 多謝大家 歡迎大家聯想我 拜拜